台灣傳統手工滷肉飯 十股飯堂 因為是假日午餐 客人還不少呢 我是推薦滷肉飯跟紅糟肉 賣相還不錯 可是油條應該要減食 不然會軟掉 這個是紅糟肉 長得像麻花捲 大塊切的 巨大的 開吃啦 不說廢話 直接開爬 這家滷肉飯超讚 在台中不是最頂也有前三 美味對得起價格 肉造是大丁撞風格 會慢慢溶解於舌頭 口味也夠重 鹹不過你吃不夠 啊啊對這邊 我們在看愛德華跟雞味 紅糟肉我們沒吃完 口感脆得像餅乾 像烤的一點都不油 味道只重在外皮 裡面入味不夠 肉的存在感卑微便宜厚 有別於傳統紅燒肉 算特色吧 難不接受 剩了幾口 我們走 別回頭 快走 走去第二家 快點我們來到 我們來到秦美文心滷肉飯 PART 2 古早飯堂 這煙店就是十股飯堂 鷹老杯啊 來瞧瞧菜單 就是跟那一間一模一樣的菜單對不對 有啊有不一樣啊 就是 呃 這種東西不一樣 他直接就是會變一個便當給你 還是可以選擇就買飯 放在這裡啊 便當在這裡啊 店名很像的這一家 就是十股飯堂他爸 外帶 一個招牌滷肉跟魚松滷肉 蛤怎麼 好像縮水了 你知道我上次來買沒有這麼小盒耶 不是 這這個 真的有點小 你不覺得嗎 我剛剛 來買的時候 它正方形的盒子耶 這一次就變長方形了 哇 你們還偷偷更新耶 跟傳說一樣 越更 越改越爛了 真的很小 哈哈哈哈 對啊 真的很小 握個拳頭 你的手算是偏大的 但是 他跟你 我手很小嗎 你手太小 不是啊 為什麼 他會跟一個拳頭一樣大 好好笑 超難過 然後 爸的滷肉飯則主種於香料 瘦肉比例高 叫乾口 而沒那麼下飯 這或許是 輕觸於藍 勝於藍 別開CP之不談 兩家都能讚 然後吃好拍好看 那今天先吃到這邊 下回見